就像你说的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担心 就是说你出入教会 你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上 这还不错 因为先生还让你上教会 可是呢同样的就是说 这也鼓励到我就说 虽然先生不信 但是神先呼召的是你 所以呢 你只要努力做好 你的本分 当然你就很想要他 快快的也跟你一起信 然后一起上教会 但是如果神没有让他发生 你就继续 你就是就像圣经上讲的 神跟彼得说 你只要来 你只要跟随我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方面上 我后来就觉得说 好我也不再逼他 我也不再强求他 去听道或者是去听不到 我只要我在属灵的道路上 跟随的神一切我就交托给他 要不然的话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因为意见不一样 有时候还是会因为上教会的时间 还有一些查经的时间冲突 而造成不方便 我只要是在这边